這是紅麻 紅麻就一定要有孫花 那一般客家菜也不一樣的是什麼 是什麼 是炸菜什麼什麼的 配料不一樣 梅干菜不一樣 已經要來進入第七次的台南美食節 10月21號到12月2號要來訂購 台南市清府觀光路由局 10月13號古板記者會 來跟大家說這個好消息 要聽到阿洋斎電手的板德 所以在今年呢 我們一樣推出了幾個 就是不能缺席的主題 第一個當然是我們的中泡斎 那我們在12月份 一樣在安平油氣碼頭 那今年的菜色呢 非常特殊是復古菜色 也就是說 你在現在的板德宴裡面 已經吃不到的菜色 在今年我們做了復刻 那也就是說 你如果不來吃這一場 你應該這輩子 也很難再吃到這樣的菜色 所以非常歡迎大家踴躍來參加 另外 台南美食節也結合到中泡斎 來帶大家去吃菜市 讓我們來知道 他們是怎樣 那京菜色又是 煮好跟這些菜做出台南在地的料理 另外 今年也有上街受到少年朋友歡迎的 實境遊戲喔 我們今年的實境遊戲是 推理總在美食後 那這個 到底吃了美食之後 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到底為什麼 有人在美食裡面傷心 美食裡面快樂 這個呢 就要參加我們的遊戲才知道 那也非常希望 年輕的朋友們 可以透過這個線上的實境遊戲呢 來了解 實地了解台南 真正美食發展的狀況 當時呢 今年觀光路局也來出了 日本台南美食的菜 裡面有很多台南人 才知道的東西喔 我們會希望這個 美食的文化為體 觀光旅遊為用的這個做法呢 可以在台南持續發展 讓大家知道 台南之所以是美食之都 並不只是因為食物好吃 而且是因為有歷史 有人文 是因為台南人在這裡 有非常長的時間 在這個土地上 用這裡的食材來料理 所以我們有了跟別的地方不一樣的食物 那也希望大家 透過這樣的歷史 來重新認識台南的美食 大陸地為台南推電觀光 美食的代理市長 李文彥很熟悉跟我們說 他是在七冬月前來到台南 那時候就全天買了兩本菜 介紹台南美食的 一到半個的時候 就四個去品尋這個 比CNM 形容為美食之都的社區 那我想 這個這樣的一個美食的文化 其實是歷史 有一定的歷史所培養出來的 還有包括全部的市民 都有共同的 對這個美食的講究 跟共同的這個要求 所以我想我們來辦這個美食節 今年已經是第七年 那延續之前我想 特別今年我們有跟阿勇斯 繼續的合作 我想明天開始 開始受理這個報名 一定是很快就秒殺 台南美食節 讚